就说 都不是你的错 那你看我们这个手一直 三个指都向自己 只能向别人的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 让自己都很快乐 很多的纷争 很多的烦恼 很多的恐惧 不过这些点点滴滴 都是因为缺乏爱 才会有恐惧 真的 你在往内去探讨 最后就是缺乏爱 才造成这么多的恐惧 然后眼前很多很多的戏 都是我们这个个体 这个角度 这个个性在那里运作 好 那我就 为什么我不被石修光 好 这几年有一位那个 美国大学很有名的医生叫 Danny Falkings 他有写了一本《心理的力量》的 这本书还没出来 刚好我从网路就讲解解他这个 为什么我们人的能量状态 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念 那我先从这里讲起 这样它会比较容易了解 那我这里有做一下同意欺验 好 这是我律用过的课程 这一套系 写住我一点一滴的 到最后我不是求一个解脱跟治疗 当你自由了 你当自己的主人的时候 你不太容易被外聚受干扰 所以我们在修佛都说 写个心地 是真的谈何容易 喜气是很难的 好 这个光的课程我自己 你的这一个稿子 我们呢 光的课程是要协助我们来自我照见 我们往往都往外求 不往内求 可是当你往内的时候 你的力量就有了 所以呢 我把光的课程呢 当做是自我修灭 那我自我照见成为自己的心灵导师 怎么说呢 因为呢 我们常常想要对自己的人生定位 有更深的觉知 还有就是能在探索生命意义与方向 或是渴望别人 渴望对人生具有更 我眼睛有人帮我念一下 好 或是渴望对人生具有更活泼的创造力 还是苦恼于人际公信中自我的固执呢 这个大家都是 对这几点都会有一些苦恼 对不对 好 来 接下来 光的课程 光的课程提供一条便捷 自我照见心灵精灵学习的图籍 它是由高次元的灵性指导上师 透过现代传训者所传下来的能量 运作以及心事提升的方法 不分宗教信仰或修行道徒的疏通 光的课程都能给予即将的指引支持和辅助 不需要特殊的道具 经由共同洗修的过程一步一步 体悟上师与守护天使们的定理 同时透过静心的练习 重新的认识自己 找回与上师和守护天使们的连接管道 感受光的爱还有频率 因为光还有爱的开启 我们身心重新转化 觉察到自己所在的富足 开始懂得对生命感应 包容一切的相遇 学习关怀 爱护我们所有一点一滴 直到成为自己心灵的导师为止 好 这就是我非常推荐光的课程 我自己个人就是要一点一滴的走过来 所以这一篇是我对光的课程 想要对光的课程了解的朋友 我都会用这一篇为开场 让大家理解 其实把重点都讲到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自己 都是处在什么状态 这张图 我们处在无名状态的时候 就是新修光的课程的开始 因为无名嘛 就是想要来改善自己 然后我们的身体 处在这种状态 这个就是你充满了恐惧 充满了愤怒 充满了点点滴滴的情绪很多 所以你的整个心念 整个身体的能量 就像那个我们讲台语 就像那个我们讲台语 有没有 陷入不稳 然后就会打架式的 所以这一章呢 我可以鼓励大家好好记住这一章图 当你在生气 当你在愤怒的时候 你就想到你的身体的能量 就是这么的乱 好 上师 神要给你能量 要给你讯息 你就说不到 因为太乱了 当你开始觉知 有开始习修了 当然 光的课程 是我很推崇的 那我想在这位 有人是佛教徒 有人是基督徒 有人还有别的宗教 都没有关系 光的课程 就是协助你 找到你 让你自己有力量 救个自己的主人 下一章就是你开始习修 你有觉知 我刚才一直在讲觉知 有时候你的身体能量 就是这么顺 我打个比方 我们要收收音机有没有 或是开电视 频率对准的时候 收视是不是很清楚 相对的 你与你的源头 我们的源头 就是我们的造物主 神什么都可以 或是跟你自己 源头你的灵魂连结 当你能够能量场这么顺的时候 是不是比较容易接收到 我刚才比喻电视 收音机 频率不准的时候 你没对准的时候 是收不到收音机的 相对的 你的源头 要电力讯息 你没有好好的 能量很稳 所以刚才我为什么 先让你们做一个冥想 让你们在这个时候 能够聆听下来 聆听是非常重要的 当你能够聆听你的能量的时候 你很容易接收到很多的讯息 所以佛家说 戒定 定了就没有智慧 就是这个意思 你就不要能够跟你的源头连结 我们没有跟它分底 它一直跟我们在一起 是我们这个想 我觉得它是分底的 好 当你的能量很稳 就是修到最后的目的 你的身体 因为你的身心灵都很平衡 你的心也很定很开心 每天都是发喜的很开心的 你的能量就是这么美 好 接下来 这就是身心灵 这个就是我们的小我 就是我 我坐下来好了 好 这就是我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高我 然后这是神我 三心灵 那有点讲圣子 圣父 圣灵 圣灵就是这个歌子 他是圣父的音性创造师 他不是一个人 他就是那个能量 所以呢 这个图 我们就称为大我塔 我每次上课 最喜欢用这一张卡的 你看我们这边源头 源源不断的连结 中间有一条银丝线 在光能课中也会讲的 你的频率在什么状态 你的上试都很清楚 你根本没有跟他分离 所以呢 你愿意打开你自己 愿意承诺 愿意开始改变你自己 上试就开始可以 去协助你去运作 所以我们常开玩笑 光的课程是 我是这个人很难 然后我想说 最简单就好 不要很麻烦 我们就开玩笑 修光的课程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就开始运作 为什么 你的头脑放松了 你的头脑不会 在那边向后屈 爬来跑去 上试就很好运作 所以光的课程 在冥想的时候 很多人说 为什么都会睡着 很好 上试才好运作 不然你的脑在那边 跟他抗争 他不好运作 这样懂了吗 所以光的课程 CD冥想 你就可以累了 躺下去睡 我刚开始修光 我们的祖师爷 这个Vicky 等一下我再讲他历史 他开始修光 也都是一进教室就睡觉 然后下个他就醒来 然后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一次一次的西修 他不知不觉中 让自己呢 他发现他改变了 然后我也是 我就觉得说 刚开始修光 也不知道修什么 只是觉得我很喜欢去修光 然后每个礼拜都跑一次 然后大家一起 那个当下大家一起的共修 是很美的 因为每个都分享他的经验 那你在当下 你不知不觉中 你就被改变了 好 当你已经成了这样子 身心零合一 你自己 身心零合一 跟小我 大我 高我 神我 都连结了 这源头是不是 都是亮的 大光 接下来 我们就在光海 光的课程 就是一套 帮助我们提升进化 最后呢 让你能够提升进入这个光海 好 我们就在宇宙的光海 基督意识 宇宙意识 你们只要听到基督意识 其实讲的就是无条件的 爱跟基督没有关系 很多人因为宗教一天要基督 佛教的一天要基督 就有点不爽 那其实这个都没有关系 基督也是佛头 佛头也是基督 佛头意识 基督意识 都是在讲无条件的爱 所以我们到最后呢 大家都是一起的 在这个光海互相写着 这就是我们能够慢慢的 一点一滴的调整自己 提升自己的频率 扩展你的意识 你慢慢的就会到世界大头 这是光的课程的Vicky她说的 她当初会翻译这一本书 就是因为她希望世界和平 世界大头 所以她这一辈子就是在 为我们大家准备这些 从英文要翻译中 这套东西也不好翻 她就花了她二十几年 她从1984年 接触到光的课程到现在 现在光的课程是有完整的一系列的书 好 接下来就是 这个你们先看一下 刚刚就是我们的概括 然后这个就是 心灵力量那个作者写的 他们呢 有去带眼睛 心灵力量那个David Fortis呢 他有去做实验 他说只要有生命的 通通都是有频率 然后这个频率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有看到这个 现代的物理学已经证明 世上所有的物质 都是由旋转的粒子所组成的 所以这些粒子有的不同的振动频率 人的身体也是一样 这已经跟你解答 刚才大家都摸得好奇来的 就有很明确的 很清楚的解释 好 这就是David Fortis 博士 他通过二十多年长期临床实验 然后随机测试累积 包括各种不同种族 无法行业 人数千人几百万笔数据资料 发现人在不同精神意识状态下的 身体振动频率能量指数是有强弱起伏 所以他把人的意识设定为 一到一千十万赫兹的范围 所以任何导致人的振动频率 第一两百的精神状态 都会使身体磁场不邪调造成疾病 高于两百的频率就会使身体增强 那什么叫能量意识状态 好 你们自己带来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常常会让自己处于这个 羞愧耻辱 有没有 平常我们都会觉得很抱歉 觉得很羞愧 好 这个能量是属于二十 你看能量指出这右边这个 那左边就是你的意识状态 让他把它区分回在中文 就是让他的英文版 现在中文版都出来 心灵的力量 你们进去可以好好去看这一本书 心灵的力量 好 这个焦虑 罪恶整的冷漠绝望 我们可以好好的去看自己的能量 自己的意识状态是在什么 我们不时就在这几个 驾傲或看不起 愤怒 渴求欲望 恐惧焦虑 我想恐惧焦虑是现在的人最常有的 然后忧伤奥悔 冷漠绝望 罪恶谴责 所以这些能量都是非常的低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说 疾病就是来自于你的心病 大部分的心的疾病都是来自心病 除非你是有基因的遗传 那基因的遗传也是你家族的业力的一个 要去了解 要去突破的 那这个业力的解除 这个等等 你都是要靠自己的觉知 当你有觉知 那个当下能力业就停止了 你可以慢慢的去集会我自己的这句话 好 当你开始有勇气 要去面对自己的时候 能量开始上升就是200 然后你有忠心信赖250 希望乐观是310 宽容 原谅 理性 谅解 爱 崇敬跟灵敬喜悦 安 祥和平 这个是我们希望达到的 到最后就是最高境界 就是开悟正觉700到1000 这里我讲一个小故事 大家都知道 诚意沙修女 她就是属于追的能量 700到1000 为什么怎么说呢 她们也做实验 所以她修女一进到一个房间 所有的人 因为她充满了 她是开悟的人 所以她充满了法系 所以她的能量都是很高频率的 爱的震动 所以她的频率呢 她一进到房间 所有人都忘了 什么叫恨 什么叫生气愤怒 完全被她的爱所融合了 所以相对的 在座的各位 也都是光行者 我们充满了光跟爱 所以你常常觉知 你是充满了光跟爱的光行者 你带到这个地球 我们是大家互相协助的 所以当你的能量都是爱跟光的时候 你踩到这个地球 你打到这个土地上 你就会有你光与爱的运衡 所以你们想想看 有时候你出门 你心情很不足 我们总是会有心情 比较低落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外面去走一走 可是走啊走啊走啊 踩到一块地的时候 你心情很好 就是你踩到一个光行者 他把爱跟光留在那个土地上 就是光的地球 相对的在座的各位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 我们也是光行者 所以每天就在你的心 你觉知到你都是充满光充满爱 有愤怒的时候 我等一下会分享怎么去用光 去把这些能量再清除 用历史中数字中 等一下再讲 我先分一段一段的 让你们内心 怎么去运用光的开车 光的能量区域 照顾你的这场生活 让你越来越好 频率就越来越提升 你可以开始慢慢提升你的频率 从这个下面这里 一直慢慢提升到 都保持在高的能量上 当你都是在这个 保持这个高能量的时候 高频率的时候 你突然有一件事情 当你掉了很低的时候 你也不会被通话 因为你还可以 600 你降低了 你还有400 好 不像现在 为什么那么多的忧疑症的人 因为他们不懂得 将自己的能量 自己限制 所以老师都很负面 然后一碰来的事情 他又低 又低 低到最后都想自杀 接下来这么小名 这是普遍很严重的问题 目前很多的忧疑症造医症 就是因为 我只要知道这样的朋友 会努力他好好的运用 广的课程 去救自己 真的要是很难的 好 这就是我们的David Forte 不是他所做出来研究 他就是有这样的研究实验 但这个指数在这里 大家很清楚 你们也可以把它照下来 这是我自己这里 我弄出来的 那你们拥有这几个 就是要随时提醒自己 让自己都处在正面的 很高的频率 即使今天有一些挫折 也不被打垮 好 接下来呢 我想我先站立在这 我要请问大家 因为我要知道 大家的一个了解 我们讲到这里 有一些这些 如果现在因为 我们在 Bakun